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环球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30号星期四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在六四前夕 北京长安街京线出租车撞中共旗杆 警察被撞倒 墨西哥出狠手 对中国的544种商品突然提高关税 联合国悼念伊朗总统的离世 美国抵制不出席 日本海军上将表示 中共如果入侵台湾 日本自卫队可能会介入 甚至反击 香港宣判14名泛民主派人士 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 澳洲表示强烈反对 在开始节目之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 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 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 它的走向 行程以及倒塌 无言地倒进了自由的弥足珍贵 希望之声组织的历史巨变 文化名城 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 就是从柏林这座城市开始 在十天九夜的时间里 可以浏览到德国 捷克和奥地利三个国家 这条线路既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内涵 又能够领略到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 绝对让您美不胜收 这次的行程6月份就出发 而且由希望之声驻德国的主持人为您亲自讲解 精品小团 名额有限 机会难得 想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就在三中全会和六四等中共最敏感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 中共的政治心脏 北京最敏感的天安门广场 再次发生了罕见的事情 28号网传的一个视频显示 有一辆出租车疑似是突然加速冲撞天安门广场外的长安街护栏 被警方团团包围时 一名警察也似乎被撞倒在地 好像是没有了生命迹象 在短短6个多小时内 这个视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转发 就有超过百万的观看量 有网民29号爆料说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有一辆出租车冲撞中共的国旗杆 有警察被撞倒在地 生死不明 随后长安街的交通完全被阻断 爆料的视频显示 在护栏旁边停着好几辆的警车 现场也有不少的警察 还有几个人向国旗杆的位置走去 整条宽阔的长安街上 看不到其他的车辆和行人 据推测 视频的拍摄者可能是驾驶员 他一直在说 我拍了 我拍了 而且惊叹 这人可真不少 之后呢 路就完全不让走了 直接掉头 这时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身穿警服的人 用手指示司机要掉头 在后面放大的照片中显示 旗杆底下停着的是一辆黄绿色的出租车 与此同时 在网络上还出现了另一段视频 也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 在视频当中 一辆车头受损的出租车 停在了天安门广场前的街道护栏边上 车子的前击盖已经翘了起来 疑似是撞击后的结果 有几名警察都跑向出事的车子 在这辆车的前面的不远处 地上还躺着一个人 据网络消息说 这个人是天安门的警察被撞倒在地 视频中有人说 警察不是死了 加油轰 直接就轰过去 完了 警察不动了 还可以看到有多名武警还有警察冲向出租车 还有警察把车窗击碎 从视频中看到 冲撞的车子和之前公布的照片中车辆颜色是一样的 都是北京的出租车 但是不能确定这两段视频中的内容是否是同一个事件 自媒体人老灯在节目中表示 冲撞国旗杆跟上次有人开车冲撞中南海新华门的性质是一样的 这种行为虽然不鼓励 但是非常的赞赏 这比什么开车冲撞孩子 撞路人都好太多了 这种人是勇士 也有良知 这也说明了一种民心所向 他还表示 国旗杆是中共统治的象征 有人都敢去撞 中南海新华门也是一个象征 也有人去冲撞了 这是好样的 向这些勇士表示敬意 网民们也纷纷赞叹说 这家伙有种 勇士越来越多了 反抗 反抗 忍不住了的时候就找中共报仇 留下姓名 你就是英雄 也有的人说 不满是一种情绪 慢慢的就发酵了 包子还在那里演大戏 下大棋 不知道今夕何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社会已经到了开始渐分晓的节点了 还有的人说 建议开进中南海去 应该撞中南海那个新华门 不远 以后长安街会不会全天候戒严呢 在美国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围追堵截之后 许多的中方企业正在想出一些其他的手段来应对 例如转向在墨西哥投资办厂 把中国产品运到墨西哥贴牌之后 再转卖给美国 用这种方式来规避美国对中国的高关税 但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墨西哥近期突然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打了个中共措手不及 让中方公司损失重大 有消息指 在中国产品被美国限制期间 墨西哥给了中方许多的优惠 于是很多的中国工厂就搬到了墨西哥 让中国变成了墨西哥第四大的直接投资国 但是上个月的中旬 墨西哥突然以保护本国企业 防止不公平竞争为由 对钢 铝 纺织品等544项商品 征收5%到50%的临时进口关税 因为墨西哥的这个策略 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的商品 所以中国的企业承受了一定的损失 亚洲新里奇基金会贸易政策主管埃尔姆斯分析表示 美国因为中墨经济贸易增长而怀疑 有大量的规避关税和贸易规则的中国商品 是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 埃尔姆斯认为 墨西哥决定调涨中国的关税 很可能是向美国表明决心的举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和工程学教授 刘学东也认为 墨西哥这样做和美国有关 今年3月份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员都提案 对墨西哥的钢铁重新征收15%的关税 不过刘学东也指出 许多在墨西哥的中国企业 并不涉及到钢铁或者是铝业 所以损失不会太过巨大 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抵制联合国在5月30日举行的 伊朗已故总统莱西的悼念活动 通常来讲 依照联合国大会的惯例 如果有国家的领导人在任内离世的话 会举办悼念活动向他致意 预计悼念仪式上还会发表和莱西相关的演说 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我们不会以任何身份参加这次的活动 联合国应该支持伊朗人民 而不是去纪念他们几十年来的压迫者 这位美国官员说 莱西参与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包括1988年法外处决了几千名的政治犯 还有多起伊朗历史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 特别是针对伊朗妇女和女童的事件 都发生在莱西的人内 美国国务院在20日表示 美国对莱西的死表示了官方哀悼 不过当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也表示 毫无疑问的 莱西是一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人 拜登政府因为向伊朗表示来到 还遭到了一些共和党议员的非议 另外在5月29日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到访了耶路撒冷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晤 之前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 把内塔尼亚胡和三名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头目等同起来 扬言要发布逮捕令 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猛烈的抨击 更有学者认为 把民主国家的民选合法政府与伊斯兰恐怖组织等同起来 把反恐战争与恐怖暴行相提并论 这是与恐怖主义串通一气 合谋践踏人类的基本价值 共同危害人类的基本生存权 格雷厄姆这次也表示 将对国际刑事法院和他的首席检察官发起追责 在中共环台军演发出威胁之后 各界都在高度的关注共军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在美国宾州大学全球事务研究中心 担任访问学者的日本第32任 海上幕僚长 5G制9发文分析了日本自卫队介入台海战争 甚至反击的可能性 5G制9海军上将指出 日中联合公报有关理解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 仅限于和平统一的状态 一旦中共动用武力试图吞并台湾 日本可以袖手旁观 也可以主张这个做法背离了公报 而以某种方式介入中台的冲突 并且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来应对 5G制9还说 根据日美安保条约 美国利用日本基地在台湾进行军事活动时 需要事先进行磋商 日本政府不太可能拒绝和美国磋商 除此之外 如果美国政府要求日本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日本政府可以证明重要影响情况 并命令自卫队提供补给 交通 住宿 还有搜救等等 一旦美国驻日的军事基地遭到攻击 日本政府无疑会认定存在武装攻击局势 或者是威胁生存局势 并独立或者是与美国共同发动防御行动 他还指出 中共如果吞并台湾将拥有一个可以毫无障碍的 把影响力扩展到太平洋的基地 从而决定性地改变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 日本必须同时做好应对来自中共和太平洋威胁的准备 换句话说 维持台海现状是直接影响日本生存和繁荣的关键议题 武局之久认为 日本与台湾没有正式的邦交 如果2027年台海危机加剧 就需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有效措施来改善局势 不过台北和东京讨论军事合作 现实的做法就是采取一种由美国居中的间接模式 第一个可能性是日本主动介入美国的对台政策 分享态势感知 以及在假设情况下的角色和使命 还可以讨论敏感问题 例如美国什么时候可以把预备部队 事先部署到临近台湾的西南猪岛等等 至于日本和台湾之间的资讯共享 虽然速度不够快 但是在日韩军事资讯安全保障协定 缔结之前的日美韩三角框架 可以作为参考 在军事活动方面 如果日本自卫队把反击和新型防御能力 有机的融入美国的防御态势 就可以增强美国的综合威慑能力 在5月30日上午 香港14名泛民主派人士 被香港当局判处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成立 被外媒称为是当局对香港的法治 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的又一次打击 这是中共实施香港国安法压制异议人士以来 香港针对泛民主派人士最大案件 所作出的重要的判决 在30日上午 警方在作出宣判的香港法院周围戒备森严 有几十名的警察和警车在附近巡逻 几十位香港居民连夜排队 想要获得可以聆听判决的位置 被香港的高等法院判决罪名成立的14名被告当中 包括了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林卓廷、黄碧云和陈志全 他们在后续的刑期宣判当中可能面临着终身监禁 其他罪名成立的泛民派被告还包括了吴正亨、郑达红、杨雪莹、彭卓奇、何启明、施德来、何桂兰、邹嘉诚、柯耀林和余慧明 审判的时候没有陪审团的参与 三名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衡 是从香港当局领导人亲自挑选的一批法官当中选出来的 美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批评这次的审判是出于政治动机 要求立即释放这些被告 西方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当天也到了现场聆听了香港高等法院的宣判 当中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 还有捷克等国家的外交官和欧盟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当天被判有罪的被告当中有一名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政府在30日表示强烈反对和高度关切14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因为所谓的密谋颠覆罪被定罪 并誓言将在最高级别上讨论这名被判有罪的澳大利亚人的命运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 我们对今天做出的判决深感担忧 包括对一名澳大利亚公民吴正亨先生的有罪判决 这期的环球看点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